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故中解脱出来 逐渐散发出不同的魅力 花絮还是正剧 番外篇的幻星番外剧 似乎有两种定位 一种是明目张胆的趁热度圈前 这样的态度打造出来的番外往往成色低劣 例如花千古2015等 如果要按与原作差异大小来给番外剧评级的话 花千古2015一定能夺得榜首 这种差异也不仅是剧情上的 而是涵盖了质量 演技 价值观等方方面面 画面上满满的国产业游记实感 与原作等细腻画风有着天壤之别 尴尬的剧情 敷衍的演技 与极光之恋有一曲同工之妙 马可为什么纵是结这种剧 从各个层面都让人确信 这是一部圈鞋之作 在正剧完结后的一周 花千古2015爱奇艺的播放量达到了19.6亿 可斗半评分却一路走低 最终停留在了3.4分 遭遇同样境遇的还有换成的番外剧换成凡事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番外剧 十里桃花后转 都落入了雷声大 反馈差的尴尬境地 而另一种则是响应粉丝的呼声 为粉丝提供福利 例如致我们单纯的笑美好的番外花絮 将将陈和陈小溪高甜 高堂的感情线梳理出来 再复制一拍摄时的花絮 没有故事情节 没有其他演员 完全属于原剧的附属品 番外剧依靠原作的热度博取关注无可厚非 但故事雷人 质量差劲的番外剧 不仅对原作造成了反噬 也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演员的口碑 而随着影视行业的精细化发展 番外剧在影视剧中的地位和橙色都在悄然变化 有些番外剧却不愿被光环束缚 李秋在原作上有所突破 除远大前程番外剧 远大前程双龙会外 番外剧中也不乏质量上乘的作品 灵魂百度的番外片 灵魂百度黄泉 豆瓣评分7.2 分 在原作基础上 开辟出孟婆的感情故事线 给了原著迷不小的惊喜 此外还有最玲珑番外玲珑最梦 网友纷纷评价比原作好看 豆瓣评分也比原作高出接近一分 可见 番外剧是原作的附庸 这一说法并不成立 福利要延续 番外片的作用在初期 番外片更多的是一种粉丝福利 在市场的反馈中 选择人气较高的演员出演番外剧 这样的形式一般存在于青春偶像剧中 例如《微微一笑很清澈》 而观众对于剧情的吐槽和期待 也是此类番外剧中要体现的内容 例如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中粉丝 一直期待的床戏 就在番外剧中得以展现 原剧剧情的补充与人展 也是番外剧新进的职责之一 例如《远大前城双龙会》 刘浩然饰演大龙哥的儿子霍振骁 为正剧情节提供了重要的补充 也使故事发生的背景更加清晰 还有最近大火的《北京女子图鉴》 也是用番外小剧场的形式 讲述故事的前因后果 这在某种程度上 是对原作曲事上的一种弥补 使得原作的故事结构更加完整 结构的完整不仅仅体现在一部剧中 番外剧作为系列剧的补充也屡见不鲜 一些系列剧 在新一季剧集推出之前 为了防止剧集人气的断层 短小金焊的番外剧 成为了制作方发酵人气 成前起后的不二选择 去年大火的优酷网剧 《白夜追凶》播出后 制作团对明确提出 将会根据《白夜世界观》陆续推出 与其相关的一系列衍生剧 如果《白夜重生》作为番外剧 在《白夜追凶2》之前上映 就很好地弥补了拍摄 制作周期的时间空白 供固了热度 顺势挖掘了大IP之下的衍生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 番外剧的永远也侧面体现了 台网界线的逐渐模糊 不仅有灵魂百度黄泉 这种网剧番外 还有远大前程双龙会 这种卫视剧番外 可见多平台之间的互动 正在日趋紧密 但目前还未有番外剧 在卫视播出 相信随着番外剧体量的增大 和质量的提高 这一现状将被打破 从番外到衍生剧 中国的IP矩阵道路 从粉丝像花絮到番外剧 中国的番外剧体系 愈加成熟 但一直以来 国内的番外剧 都难以挣脱 原作的束缚 想要在原作上 孵化出独立的衍生剧 更是鲜有尝试 相对于中国衍生剧的 刚刚开始 英美的IP衍生体系 已经非常的成熟 澳谷娇气的衍生剧 澳谷之战 生活大爆炸的衍生剧 少年信尔顿 衍生剧的发达 源于英美的一大优势 由观众决定 是否拍摄衍生剧 观众的需求 决定了电视台 是否会订购剧集 也就决定了衍生剧的命运 在这样的模式下 爆款纷纷涌现 漫威营业 就推出了其衍生剧 神盾局特工 与特工卡特 DC漫画则推出了 衍生剧 闪电侠和明日传奇 这种由 一变多的衍生模式 无疑能将IP的效益最大化 行尸走肉的 衍生剧 行尸之剧 绝命读尸的衍生剧 风骚律师 生活大爆炸的衍生剧 少年信尔顿 每一部衍生剧 都创造出了巨大的效益 反观中国 大IP往往成了 制作方赚快钱的一次信用品 情节的挖掘 分支的延续 往往被制作方丢在一边 但番外距离衍生剧 在国内逐渐形成潮流 白夜追凶番外距 白夜重生等番外距 将在未来陆续上映 这或许能有效解决 大IP周期短的问题 而如何有效的利用大IP 如何高质量的完成 番外距 衍生剧 或许是其突围的关键 来源 金牌鱼琴观作者 罗伯特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